各位網友 我還抽了一些時間來看一套韓劇 大家是不是覺得非常驚訝呢? 又看了一套韓劇 這套真的從頭到尾看完 就是《私人堂》 《私人堂》是2017年的一套韓劇 我在Netflix上按一下 看到這部電影 因為它是用韓國串音的《私人堂》 是什麼呢? 按進去看看 這個女主角很熟口面 再看看 原來是李英愛 李英愛自從《大祥金》之後 已經沒有拍過這個電視劇 14年後再拍 這部電影拍了7億台幣 拍了2億港幣 是《香港英皇娛樂》 《芒果娛樂》 和《韓國group3》一起投資 首先講講 《私人堂》這個人物 《私人堂》是一個真人 如果你拿一個韓國紙幣來看看 這個人物 就是《私人堂》 《私人堂》 也erem 他的兒子在另一邊,5萬瓦 而他的兒子李爾就是5千瓦鈔票上的人物 兩母子都印在銀紙上,覺得他是很重要 詩任堂是16世紀的人,他自有熟讀經文,善於寫作,真功自秀 在詩文和畫畫都有很高的成就,是韓國第一女性藝術家 等如是中國文學家寫詩詞的第一人就是李清照 而且他不止是一個完美的道德人物,一生人照顧子女 而教育的子女教育得很好,所以教育到李爾是個大學問家 他的兒子李爾是個大學問家,然後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是畫畫很有名的 而且他很有名是德行完美的人,詩任堂是 這部電影就是投資這麼多錢去做 但我不知道韓國劇都是搞一部穿梭劇出來,如果你搞歷史上重要的人物 你就很少搞穿梭劇,他依然搞一部穿梭劇 是時裝和古代穿梭的 而是古代每一個人都在時裝劇中有另一個角色 他是完全沒有解釋的,我只可以這樣覺得 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可能性,其他人可能是生得像 一是其他人生得像 一是投胎,那班人就變成了這班人 隔了幾百年後才投胎 因為他之前中間沒有投胎過,我證明給大家看 幾百年後忽然間一班人投胎 因為在時裝劇中,李英愛飾演一個港師,叫做徐智韻 那個反派是誰呢 其實整部電影的反派是宗宗的皇帝 在古代的韓國韓皇 而在現實生活中,今時今日的反派是他的教授 他同時飾演的,就是敏尚敏正學 李謙少年時代是宋承軒做的 但他年輕時代是梁世忠做的 在現實世界又有一個這樣的男生 叫做韓尚元 也是對應的 人物是對應的 這些穿梭劇,韓國什麼戲都搞成穿梭劇 這是非常奇怪的 好了,隔了幾年,現在開始有些劇透 大家要留意一下 大家留意一下,不想聽的就沒有聽 他基本上這個故事是由現代開始 講李英愛的徐志韻 先生敏正學就找到一幅畫出來 那幅畫就是韓國藝術史的大師叫做安堅 的金剛山圖 敏正學就給了一個機會叫他寫一篇論文 講金剛山圖 他就開始寫,誰不知招待記者時 李謙年輕時期飾演的韓尚元 就出來質問這幅畫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放心這幅畫是真的 李英愛疾了 不敢回答 雖然後來他有繞尾 但是先生已經是生氣他 帶他去布洛娜 是不是布洛娜 還是去意大利 開一個學術會議 在那裏他就撞到入一間屋裏面 那間屋裏面找到一張美人圖出來 那張屋的主人把美人圖送給他 而那張美人圖是和他的樣子一模一樣的 喏 這就展開了一段懸疑的故事 在意大利發現一張韓國的古畫 還有一些筆記是用韓文寫的 用意大利文寫的 有些是用意大利文寫 有些是用古代的韓文寫 於是他就帶了他回去 這個就是仇晉堂日記 他回去他先生就逼走了他 冤枉他 炒了他魷魚 炒了他魷魚 他就繼續追求仇晉堂日記 發現這個仇晉堂日記 就是古代私隱堂 就是所寫的 因為他很舊的 要慢慢把它還原 然後才看到字跡 以及翻譯到出來 他覺得有證據 根據他所說的東西 就是 銷毀了 金剛山圖 所以現在這個金剛山圖 其實沒有可能是真的 其實是 講到這裡 先講回古代的故事 古代的故事 這個私隱堂 就是他十幾歲 是一個天才畫畫的人 他聽見那幅金剛山圖 去了一個地方 他就爬牆進去看 於是就碰到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李謙 李謙是什麼人呢? 李謙是韓國的宗室 但是爸爸媽媽死了 就是被人收養 一個這樣的人 是以前一個太子或者皇子的孫 但是已經流落了民間 整個故事就是講 他們兩個人已經愛上了對方 而且定下了婚姻之約 定下了婚姻之約 他就講韓國的宗宗去到那裡 寫了一首詩 送給他爸爸 那首詩就是 懷念那些紀謀罪人 覺得他們是忠心 而紀謀罪人是什麼呢? 那時候那些餘生 想改革朝政 結果被大臣逼他 把他們趕走 以及殺死了 那韓宗宗一寫出來 覺得嚴重 如果這一首詩 以及這些證據 流落了 去現在那些掌權的大臣首相 可能連他都沒命 因為他親自見過上一個韓國皇帝 那個叫做燕山君 是被這些人殺死的 他就很害怕 於是他為了掩飾自己這件事 因為他那封信是寫給施仁堂的父親 就叫施仁堂不能嫁給李謙 要不然就要把他們全家都殺死了 不可以跟李謙有任何來往 李謙說去了第二處 為了想救施仁堂 回來發現施仁堂嫁了人 其實施仁堂嫁了人是為了他 不然就不能夠保存他的生命 就這樣了 故事一跳就過了20年 施仁堂生了一堆子女了 他回來 故事就是這樣 另外一件事發生了的是什麼事呢? 就是20年前 就是雲平寺那裡 雲平寺那裡是幾件事都被炒了 一個就是 在那裡也展示了那句詩出來 那句詩出來 其中那個領相的兒子就說這個是造反的詩 動手就殺死了一個人 那裡的婉令 就是下令把整個雲平寺的人全部都殺了 來掩滅痕跡 施仁堂在那裡 就是他逃脫了 整個雲平寺的人都被殺了 其實是有第二個目的的 那個目的就是 只是雲平寺的人才能夠得到最好的高麗寺 最高級的高麗寺是寫書畫非常好的 那個人為了壟斷高麗寺的做法 學了高麗寺之後 把整個雲平寺的人都殺了 這是20年前的事 20年後 他說他老公又不生性 兩邊的老公都不生性 都是欠人錢走了 故事是對照的 然後就是以前的婉令升了大官 經常想追究那件事和殺他 他以前有一個女伴 就是媽媽是酒家女 喜歡那個李煊 但是他發現李煊正是喜歡私隱堂 而且為了救私隱堂在雲平寺下來 拋棄了他 就算他的手都割傷了 他就是要跟私隱堂鬥 於是他嫁了給那個 殺死了雲平寺全部人的奸臣 我叫他做那個奸臣 他也是做紙的 中間有一段是相互鬥做紙 你知道嗎? 終於是私隱堂贏了 做出最好的高麗寺 做出是贏了 他那個叫楊柳寺莊 做了 後來 整件事就糾纏在 無端端的東中 李煊是要殺李煊 因為李煊提倡改革朝政 而太子同情他 於是他就迫害李煊 這邊是時莊那邊的教授 他就不停地迫害徐志雲 兩邊的老公都是不爭氣 這個到最後其實 故事大致就是這樣 到最後就是 因為都成二十集的 我簡單來說 他說 那個中中 是一定要殺死李煊 那個韓智雲 就已經把日記都翻出來 這個現代那個 他就被人追他想拿到日記 以及那幅半幅的金剛山圖 他就跌下來昏迷了 在昏迷中他見到私人堂 是他教私人堂 快點跑去意大利 怎麼就會碰到傳教士 傳教士就會帶了李煊 逃跑去意大利 兩個人的靈魂相遇 而是現代的人 教古代的人怎麼做 因為他知道古代的人 最後是怎樣 這一節就是 整個戲的 巧妙 兩個人的 他在昏迷之中 和私人堂 是重遇 於是也有些 有些人 義勇 大王那個護衛 決定放他走 但是他走一條路 乘船 李謙去了意大利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所以在意大利留下的美人圖 以及留下了那個日記 這裡當然最後就是 揭穿了教授的陰謀 教授其實拿一些假畫 加上那些有錢的路 拿去當了幾百億 結果就是 被誠之於犯 結果老公回來 兩邊的老公都回來 結果他們 那個私人堂是堅決守住他的道德底線 雖然是很愛 兩邊都是很愛 就是他很愛李謙 但是 描寫出來的道德是完美的 他的道德是完美的 然後最後留了一點複線 他有一個反藝作的藝術家的集團 幫徐志雲揭發這件事出來 這個集團是一大堆人 而他的手腦是意大利人 在意大利的 他終於到意大利 見到那個人 原來那個人的樣子就像李謙一樣 幫他拍照 但是沒有再交代 再沒有交代 其實李謙愛已經49歲 但是他距離大祥金的時候已經老了 大祥金之後14年再3年 17年後 他已經49歲 到大祥金的時候32歲 他飾演的韓國女子 韓國女子是最溫柔的 最典牙的韓國女子 而你看到他很好戲 他飾演私任堂 以及時裝這個 是完全不同的 兩個的做法 是同一個人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現代人 這個就是一個古裝人 而不是經過特別誇張的演法 我看穿你的 如果你有些染眼招數 譬如古代人有幾個小動作 你不停在這裡重複 令人覺得是古代人 或者說的話的風格 就是有些名詞收在裡面 令你覺得不是這樣的 他沒有用這些這樣的表達 其實這個我講開就講 你模仿人最重要就是這些 你抓到他幾樣特徵 然後不停強調那幾樣特徵 你明白嗎? 別人其實就覺得你相似了 這是模仿人的方法 如果你要Distinguish中兩個人 我們通常都用這種標準演法 你以外不是 你看不到他的代表性動作是什麼 非常細緻 但是一個就是時裝人 一個就是古裝人 兩個人的氣質是不同的 是在氣質上有分別 就是等於 我看過The Reversal of Fortune 那個人拿影帝 他們那種演法的分別 他做了兩個人 那種演法 他扔著氣在哪裡 一個氣在頭頂上 於是整個人的動作有一點點不同 這些是一些細緻的演技 這個就是男主角 男主角就是情深一片 好人妒忌 就是這樣 反而是跑不到一個特色出來的 這個就是妒忌他那個 最後他和施任堂是和解的 把子女托 叫施任堂你救回他的子女 因為他嫁了一個壞的丈夫 這是古裝而已 但是Anyway 這部電影是不成功的 隔了17年 用這麼大的卡士 這麼大的製作 開開 那時候是16點6點 第五集跌到11點幾點 只能夠說不失禮而已 但是Anyway 去到第四集 被KBS新劇金科獎追上了 追上了 但是Anyway 如果你喜歡李英愛 是可以看的 這個戲 好嗎? 多謝大家 而且他講畫畫 經常都講畫畫 他很癡迷畫畫 兩個人是一段畫的奇緣 有一段時間 他們一起走路 去了金剛山的山頂上聯合創作了很多畫 但是因為事實上沒有這些畫 就是李謙這個人創作 他們就說他最後燒了所有畫 但是一起畫畫 過了一段神仙的生活 兩個人志同道合 好嗎? 這段我告訴你 各位網友又有好東西介紹 又有盆菜了 唉 各位網友 本地食品製作公司 為了慶祝端午節和父親節安排了一款肥魚大肉盆菜 今次我看見都流了口水 大家知道盆菜和種一樣是手作 我們每天新鮮製造的 你不預早訂我包你沒有的 每次一推出就迅速賣掉了 因為我發現 我們的盆菜和街上比上來是平人50% 今次 用特大的石斑塊 輕輕鬆炸了它 令魚質保持魚味和口感 肉有家鄉五花腩 鼻汁入味 豬味濃郁 哇 還有鮑魚 高湯花膠 特口花菇 鬆化燒鴨 新鮮大蝦 是不是很厲害呢? 加上其他配料 包你們覺得鮮味無比 非常恰當 好 我們是便宜到你不信 我看看價錢 6至8個人 我們只是賣這麼名貴的料 最名貴的料 1038 10至12個人 1388 我們還送到你家 除非特別遠的地方就加少錢 還有 你訂完之後還可以追加 花雕醉豬手八結 用陳年花雕浸制 走向撲避 爽脆適中 凡是訂盤菜 就可以用優惠價 加108元 換了八件 5月12日就開始訂了 送貨日期 6月5日到6月20日 7日前預約 訂貨 WhatsApp 電話 9、6、8、3、8、7、4、5 那些盤菜是新鮮的 每天能夠做多少 我們是有限度的 那些種就10天內賣光了 真的清晰了 所以盤菜最好都是快點訂 實在好吃 我都非常遺憾沒得吃 我很想吃 好不好 多謝大家